雅典对文明发展的贡献,在两次波斯战争中,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80至479年开始,雅典就伟大了。 直到那时候,伊奥尼亚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希腊城市诞生了许多伟人,马拉松在公元前490年雅典战胜波斯王大流士的胜利,以及希腊在雅典领导下的联盟早在公元前480年。 大流士之子和继承人薛克修斯就已经取得了联合舰队的巨大威信。 这些岛屿上的伊奥尼亚人和部分小亚西亚大陆的伊奥尼亚人曾经反抗过波斯,同时被逐出希腊大陆,雅典也帮助他们获得了解放。 这次战斗中,只关心自己领土的斯巴达人没有参加,于是雅典变成了反波斯联盟的主要成员。 在该协定中,任何成员国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船只或服务。 多数城邦选择后者,以便雅典获得对其他盟国的海上霸权。 从而逐步将其转变为雅典帝国,在伯利克里的英明领导下,雅典变得富庶起来,并且繁荣起来。 伯利克里是由公民自由选举出来的,并掌权了大约三十年。 直到公元前四百三十年,他才失势。 伯利克里时代是雅典历史上最幸福和最辉煌的时期。 参与了波斯战争的伊斯奇鲁斯,他开始写希腊悲剧。 他所写的悲剧之一是波斯人,亦凡采用河马题材的习惯,转而写大流士的跪拜。 随后,他又成为了索福克里斯,在索福克里斯之后,成为了优利匹底。 但是,优利匹底活到了伯利克里斯县。 此后,伯罗奔尼萨战争期间的黑暗岁月,他的剧本反映出后裔时期的怀疑论。 同时期的喜剧诗人亚里斯多芬妮,以一种健康但又有限的常识心立场,嘲笑所有的主意。 他还特别诅咒苏格拉底,将其视为否认宙斯存在,玩弄亵毒神明伪科学的神秘教。 雅典曾经被薛克修斯占领,卫城上的神殿被大火摧毁。 布瑞克里斯便致力于重建这些神殿。 今天,巴特农神殿和其他一些神殿的残忌仍然让我们感到震惊。 那就是伯利克里建造的神殿。 雕刻家斐迪阿斯受国家的雇佣,塑造了巨大的男女神像。 这一时期结束时,雅典成为希腊世界上最美丽、繁荣的城邦。 历史之父西罗多德,是小亚西亚的哈里卡纳苏斯人。 但他生活在雅典,受到雅典国家的鼓励。 他以雅典为视角,写下了波斯战争的记载。 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成就,也许是历史上最惊人的一件事。 雅典在那之前,就一直落后于许多希腊城邦。 从艺术和文学两方面看,他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过。 除了缩伦之外,缩伦还是一位立法者。 突然间,在胜利、财富和重建的刺激下,出现了一大批的建筑家、雕刻家和戏剧家。 他们创作的作品,至今仍是遥不可及的。 这一点尤其令人惊讶,当我们考虑到人口数量是如此之少的时候, 约在公元前430年,雅典人口最多时, 估计约有23万人,包括奴隶在内, 而在其四周的亚底加乡村地区,人口可能更少。 无论是以前还是此后,都没有出现过类似人口比例的地区, 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能够与雅典这样高度完美的城市相媲美。 关于哲学,雅典只有两个著名人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虽然柏拉图属于晚期,但在伯利克里的统治下, 苏格拉底经历了他的青年时代和早期成人时代, 雅典人对哲学有着极大的兴趣。 吉祥聆听来自别国的老师们,年轻人想要学辩论术,就去追求智者。 在普罗泰哥拉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 对那些热心于倾听外来名家言论的学徒们, 做过一段非常有趣的讽刺故事。 如下所示,伯利克里曾将阿纳克萨哥拉引入雅典。 苏格拉底自认是从阿纳克萨哥拉那里, 学到了精神在造物过程中的首要地位。 柏拉图认为,他的谈话大多发生在伯利克里时代, 而对话录则表现了富人优越的生活图像。 来自雅典的贵族家庭柏拉图, 在战争和民主还没有摧毁上层阶级的财富和安逸之前的时代传统内。 他的成长经历了一段时间, 这些年轻人不需要工作, 他们把大部分空闲时间都花在科学、数学和哲学上。 他们几乎都会背诵和马, 而且是判断职业送诗者好坏的鉴赏家。 推论的方法在整个知识领域刚刚被发现, 对各种或真或假的心理论起到了促进作用。 就像其他时代一样, 在那个时代, 人们很可能拥有智慧, 也很快乐, 但也可以通过智慧来获得幸福。 但造成这个黄金时代的各种力量的平衡并不稳定, 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 他都受到威胁, 在国内受到民主政治的威胁, 在外部受到斯巴达的威胁。 要了解在伯利克里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们必须简单地研究一下亚底加早期的历史。 从历史时期开始, 亚底加仅仅是一个自己自足的小型农业地区, 亚底的都城规模不大, 但也包括了越来越多的工匠和熟练工人, 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产品销往海外。 慢慢地, 人们发现种植葡萄和橄榄比种植古物更有利可图, 因此种植古物主要来自于黑海沿岸, 这一种耕作方式比种植古物需要更多的资金, 于是小农变负了债。 与希腊的其他国家一样, 亚底加在河马时代是一个君主国, 但国王却成为一名没有政治权力的纯粹宗教官员, 政府落在贵族手中, 他们在城市里压迫农民, 也在城市里镇压工匠。 回到六世纪, 索伦就在民主方向上实行了一种折中政策, 他的许多成就一直保留到了后来君主专制的统治时期, 比西斯·锤塔斯的后代还要多。 这一时期结束时, 统治者们身为政敌的贵族们已能够支持民主政治。 一个民主进程使贵族掌握权力, 就像十九世纪的英国一样, 一直到伯利克里垮台。 但在伯利克里时代末期, 雅典民主领袖开始要求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 与此同时, 伯利克里的帝国主义政策, 这与雅典的繁荣紧密相连, 也导致了与斯巴达的摩擦事宜加剧, 最终导致了波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31至404年。 在这场战争中, 雅典彻底失败了。 虽然雅典在政治上处于崩溃状态, 但其声望仍在继续, 而且一千年来, 哲学一直都是以此为中心。 从数学和科学的角度看, 亚历山大已经掩盖了雅典的数学和科学, 但亚历士多德和伯拉图将雅典置于最高地位。 在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之后, 伯拉图曾经说过一个学员, 他的生命比其他学员都长, 他在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后, 又继续了两个世纪, 成为一个依教主义的孤岛。 到了公元529年, 黑暗时代终于降临到持有宗教信仰的扎士丁一手中, 黑暗时代便降临于欧洲。